今天我們來挑戰 即開即吃的生猛海鮮 搞什麼搞什麼 派阿賢 派阿賢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些YouTube上面的 你想知道我最近在YouTube上面 今天我們一口氣搞來了 1 2 3 4 5 6 7 8 8個乾燥海鮮 我們今天呢 買到的這個東西啊 是我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一個台灣自己出的 一系列的乾燥海鮮的東西 我們曾經吃過什麼乾燥的雞 乾燥的魚 我們今天就要來試試看台灣做的乾燥海鮮 包裝看起來是好看 一隻昇龍潑布的蝦 沙漾有兩家 兩家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蝦的 然後它還有一系列 你看這個 下面這個是新鮮 上面這個是乾燥過的 我喜歡他們的包裝 他們的包裝感覺很棒 所以我們今天就買了兩家 分別有 蚵仔 螃蟹 金甘蝦 龍珠 卡拉蝦 卡拉油 再來這兩罐咧 是他們同一家的 然後這個是螃蟹 從底部已經可以看到有蝦腿在裡面 然後咧 它好像不是海鮮 它是大蒜 它的名字已經告訴你 算了啦 就把它當海鮮吧 我們今天就要來試吃每一款 吃起來到底好不好吃 當然除了試吃之外 我們最後還會把它煮成湯 看看煮成湯可不可以吃 海鮮 海鮮濃湯 來 我們來看一下蝦的口味第一個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不是不算便宜 一般40到90塊大概 因為它是海鮮啊 海鮮欸 海裡面的東西欸 海裡面有吸管啊 膠袋啊 它是真的蝦 然後就把它 回到海裡面 我回來了 它看起來還蠻大一隻的欸 對 它比我的 中指還來的大 有你大 你會看到裡面的肉跟皮有點分離 因為裡面的肉 縮小了 好啦 いただきます 吃起來有點像是海鮮味的肉鬆 所有東西變脆了 就是差不多那個味道 蟹 我們蟹很貴捏 我們現在就是魷魚啦 魷魚我很常吃 你知道魷魚怎麼吃最好吃嗎 就是你把它兜兜兜兜兜 做完之後 你把它沾美乃滋一起吃 然後冰鎮 超棒 感覺起來很想沾美乃滋呢 拿起來是脆脆 很像洋蔥圈 很像洋蔥圈 很像洋蔥圈欸 這個調味比較重 有一點普通洋芋片的那種調味 而且你注意看一下的話 你會注意到上面好像有一點粉 不知道這是什麼粉 いただきます 我先拿 噢 我聽見嗎 那粉是芋芋耶 你沒事加芋芋進去幹嘛 到白 包裝上面就寫了啦 芥末膠炎 味道全都蓋過去了 太過去了 完全沒有味道了 完全沒有魷魚的味道 然後也不脆 它是外表是脆下去之後 內內中間有一點點軟軟的感覺 對好像過了一個晚上的洋芋片 聽你這麼講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你是不是買錯 沒有 我覺得你買錯 沒有 你看那邊都原味原味 芥末 品格分 加一個 蟹 香蒜辣味 為什麼這個蟹只有背面沒有正面 你對它的包裝有什麼意見 好想一隻喔 只有背面耶 可是講去哪裡了 要不要再平分 因為已經會再平一次分 燈燈 螃蟹這個好小喔 可是沒有正面耶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正面是它已經把殼拔起來了 沒有那個殼 就是你把殼翻起來 那腿在哪裡 它可能有麥蟹腿 你可能要去嘲笑 只有這個身體 對只有身體 沒有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一點點胡椒鹽 いただきます 調味是好的 它是清淡 清淡之後 清淡之後 清淡之後就沒了 你看我們人就可以這樣子被寵壞 就是真的東西吃起來都不像真的東西了 這是真的東西 可是吃起來不像真的東西 沒有蟹的味道 吃起來比較多胡椒啦 超脆比沙子還要脆 就是肉沒有很多 全都是那些 可 假可咧 吃起來還蠻好吃的啦 登登 我覺得有點像 它在你嘴巴裡面泡開了 好像麵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底層味道很淡 可是第二個第三個下去 那個越吃味道會一直堆疊 還蠻不錯的 下一個龍豬 香港你叫龍豬嗎 香港叫墨魚嘴 就是非常非常直接 來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 你在學到嘴巴嗎 好小喔 它實際上也是這麼小 然後這種東西啊 如果你是吃真的龍豬的話 它吃起來是脆脆 然後吃起來會卡燦卡燦卡燦 吃起來非常非常爽 它的牙齒在裡面耶 你看 真的像鳥嘴耶 很酷耶 好啦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為什麼甜的 你看 糖果 某種糖果 它是什麼味道耶 椒鹽而已 然後吃起來不像是龍豬 我沒有吃過這種味道 它是一種很奇妙的甜味 鮮甜 怎麼樣 登登 我不喜歡它那個甜甜的感覺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比較期待的這兩個 我們先來吃蝦子好了 蝦子看起來比較苦 我覺得這個包裝最酷 所以我把這個留在最後一個地方 直鮮 低溫 真烘 萬炸 炸油 不要為難那個 怎麼是 它說是放在低溫裡面 120度炸 喔 然後就把它那個水 完全拖出來 它的蝦的殼 又比剛剛那個透明了耶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是捷一包比較小耶 小超級多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那個 顏色有點不一樣 然後比較脆 いただきます 這反而沒有那個 不同耶 反而沒有那個肉蔥的味道耶 蝦子的味道比較多對不對 你有吃到肉耶 然後咖啡的蝦的味道好重喔 這個好棒喔 這有喝的鹽 然後這個調味也沒有耶 只有黏 對它本身自己而已 只有黏著那個鹽 跟橄欖油 這個有叫糖 這是捷個比較好吃 超好吃 很厚耶它的肉 真的 超棒 我們先來吃螃蟹 這個螃蟹 螃蟹的包裝不一樣 如果它有腿跟外面的哪一個 叫酸炭魚 打開 登登登 它就 它是一整超大隻 然後把它給剁碎耶 碎開的蟹 它就是一大隻 我們可以把它拼起來嗎 它是一整大隻耶 好好笑喔 但是也是沒有上面的那個 對它上面那個還是把它剝開 所以上面那個可能是真的不適合 差不多是兩到三隻這樣子 三隻小的螃蟹 來囉 いただきます 我這個有蝦的味道 蟹的味道 我剛剛看著蝦 它這個味道很人工耶 比較像平常會吃得到蟹的動絲的味道 然後 你剛才吃的是哪一個部分 它的身體的部分 有點苦苦的 我覺得有一點 因為它有內臟 我再猜啦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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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熊 救了回來嗎 我不回了 那再吃另外一個熊 いただきます 不好吃 爆回家 味道有一點奇怪 我覺得有一點像你把 不是這樣吃的那種砂肝直接吃 嗯哼嗯哼 我完全沒有聽到你在講什麼 但嗯哼 三 登登 哇 這麼…這麼糟喔 今天還有最後一個 這一顆 這是我最期待的 是脆的還是四的 應該是脆的吧 他有附 蒜了吧 他有附大蒜耶 他附了大蒜給我們 我們這盒白買了耶 好我們先吃一個不配蒜頭好不好 很噁心的那是他的樣子 他就是蚵啊就長這個樣子啊 好啦來囉 嚼到後面腥味好重 對 他的樣子 你絕不能覺得有點像某一個東西 也是差不多這個大腸的 口感也差不多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耶 蠶豆 喔 有耶 口感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吃到最後腥味比較重而已 他就是一開始咬下去的時候 對耶蠶豆 然後你咬下去之後 到最後的時候這個腥味大爆發 他比蚵仔還來得重 可能是因為乾燥的關係 來 我們來挑戰看看蒜頭 好苦喔 每咬一口 苦一次耶 越來越苦 我是那種可以生吃蒜頭的人耶 可是這好苦喔 這是懲罰道具吧 送給誰 來 接下來 我們來到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的重頭戲咧 就是我們頻道 有往的慣例 海鮮濃湯 馬田大廚今天為你下廚 不過他沒有 就是台灣的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 痛風套餐 這個是什麼 好厲害 睡 喔唷你剛剛睡覺整個倒出來喔 抽了 回想到他們回到海裡的那種感覺 3 2 1 插電啊 都已經快兩年了 都已經破100萬了 我們還不會插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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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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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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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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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谢谢大家